真言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你的仇敌原文是仇恨 敌人的意思 因为时态是分辞 所以可以翻作恨你的人 恨你的人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指的是古代埃及人惩罚犯人的一种方法 犯人把一盆炭火顶在头上 表示悔悟 表示以善报恶 可以令人改过自心 古代教父奥古斯丁和耶柔米 也认为炭火代表着被残酷所烧之苦 最终会带来仇敌的悔改